今天是一个很特别的日子 是圣灵降临纪念日 这是我们很不熟悉的日子 说起来真的蛮可笑的 说起来真的蛮可笑的 为什么说蛮可笑的呢 其实我不是在说各位可笑 我是在说东方教会还蛮可笑的 为什么东方教会蛮可笑的呢 因为我们一直不知道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日子 我这次到欧洲我才发现 这个日子 远远超过我们所理解 我们所想象的 在欧洲的基督教国家 今天这一个日子 跟圣诞节复活节同等重要 他们在学校里面一共有 三个有关基督教的节日 而这三个有关基督教的节日 是所谓广义的基督教 包括更正教就是我们称为基督教 或者天主教 还有东正教三个所共通的 那这三个所谓的广义的基督教 都承认这三个日子 第一个是圣诞节 虽然圣诞节这个日子 大家确定的日期 并不知道是哪一天 不过大家可以约定俗成说是哪一天 那现在我们把它定在 12月24号晚上是圣诞夜 这个是大家约定的 可是有两个日子是确定的 一个就是复活节 复活节是可以算得出来的日子 那个是犹太人的 育月节之后的一两天 那因为按照安息日的算法 所以复活节是非常重要的日子 而另外一个我们所忽略的 其实就是今天这个日子 今天这个日子是复活节过后 差不多五十天 就是育月节过后的五十天 叫做什么 五旬节 叫做五旬节 五旬节 那我们现在在讲犹太人的算法 那么到了基督来到地上之后 有三个重要的日子 一个是基督来的那一天 第二个就是耶稣基督受难 三天后复活的那一天 另外一个就是今天 那为了复活节 学校放假两个礼拜 为了圣诞节 学校放假两个礼拜 从今天开始 又是欧洲基督教国家 基督教国家的学校 最高兴的日子 又放假两个礼拜 又放假两个礼拜 所以他的日子同等的重要 我们不知道这件事情 或许可能是我 可能你很了解 我不了解这个日子 这个日子是圣灵降临的日子 圣诞节是纪念神的儿子 耶稣基督降生 复活节指的是 神的儿子耶稣基督 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面 埋葬三天后复活 那一天一定是主日 一定是星期日 再过大概五十天 就是犹太人的五旬节 刚才我们说过 那也一定是个主日 一定是个主日 是主所应许耶稣要求 在约翰福音十四章十六节 说的他要求父 父就另外赐给我们一位宝慧师 叫他永远与我们同在 因为这个缘故 所以请翻开圣经使徒行传第二章 刚才红昌弟兄有念 使徒行传第二章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日子 这个非常重要的日子 就是在使徒行传第二章的第一节 使徒行传第二章的第一节 好不好我们来念 使徒行传第二章第一节 如果你是教会的圣经 在新约一百六十四页 一百六十四页 我们读第二章的第一节 我们读第二章的第一节 预备请 五旬节到了 门徒都聚集在一处 好 五旬节到了就是这一天 五旬节到了 门徒都聚集在一处 以后第二节忽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 好像一阵大风吹过 充满了他们所做的屋子 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 分开落在他们的个人头上 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 圣灵就全面的来到这世界 代表三而一的独一真神 住在我们当中 永远与我们同在 那一天就是今天 也就是教会成立的日子 换句话说 教会哪一天生下来呢 教会就是今天生下来的 我们一个人过生日 我们要过什么 我们过生日对吗 然后我们就说买一个蛋糕 庆祝生日 可是今天是教会建立的日子 我们没有庆祝 因为我们不了解 我们不了解 原来今天是教会的生日 原来今天是教会的生日 这个是历史上的教会 第一个教会 或者说永恒的教会 生下来的日子 从那一天开始 圣灵就与他的教会 神的儿女同在 两千年过去了 我们因圣灵读懂神的话 我这一次在欧洲 特别在德国 碰到很多的留学生 是硕士 是博士 你知道你 或者到荷兰 留学生 是硕士 是博士 你知道你跟他们讲解圣经 他们反应很快 他们文一知识 他们举一反三 可是都是知识 都是知识 可是我碰到一群人 小学没毕业 你跟他讲解圣经 他都明白 为什么 因为不需要知识 亲爱的弟兄姐妹 让我再告诉你一次 读懂圣经 不需要知识 我再说一遍 我再说一遍 读懂圣经 不需要知识 读懂圣经 需要 圣灵 读懂圣经 需要圣灵 知识叫人自高自大 读懂圣经 需要圣灵 今天我们 读了圣经 拿来批判 读了圣经 拿来定罪 读了圣经 拿来争执 是因为我们读不懂圣经 我们以为我们读懂圣经 其实圣经 只有圣灵的感动之下 我们才能够明白 从那天开始 圣灵来到我们当中 两千年过去了 我们因圣灵读懂神的话 我们因圣灵 从口里承认耶稣为主 心里相信 神叫耶稣从死里复活 因着圣灵 不是因着我们的知识 不是因着我们的拣选 不是因着我们的能力 不是因着我们的才干 我们顺从圣灵而行 我们靠圣灵得生 我们也靠圣灵行事 如同耶稣在升天之前 交代门徒清清楚楚的 他们需要知道 耶稣什么时候得国 什么时候降临 他们想知道以色列人复国的日子 可是耶稣说 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 只有圣灵降临在我们身上 我们才能得着什么 能力 你们要讲话 才能得着什么 并要在 耶路撒冷 犹太全地 并 撒玛利亚 直到地级 做主的见证 这是今天要背的经文 刚才忘了背 所以我现在帮你背一背 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 你们就必得着能力 所以有的时候 我们就把圣灵当成能力 它不是这个意思 它是圣灵降临在我们身上 我们就有能力 亲爱的弟兄姐妹 今天我们把圣灵 放在一个错误的位置上面 难怪我们没有办法 好好的心里敬重 耶稣基督 神的儿子 以及没办法敬拜上帝 今天下午 敬拜不要我 特别来 讲有关敬拜的问题 我花了很多时间 在神的面前祷告 为什么我们不会敬拜神 后来我发现 因为我们跟圣灵不熟 所以不会敬拜神 我们不会敬拜神 因为只有口里承认 心里相信 我们才会敬拜 但是谁能使我们口里承认 谁能使我们心里相信的 不是我们自己 因着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工作 因为这个缘故 亲爱的弟兄姐妹 教会是这一群圣灵 重生的基督徒的集合 我们将彼此接纳 彼此相爱 彼此服侍 直到主耶稣基督的再来 那我们今天要继续 我们上次所看的使徒行传 其实第三章 我已经讲过了 可是我今天要把三章一节 到四章三十一节 整合再完全看一次 圣灵怎么样彰显神 完全的同在 圣灵如何彰显神 完全的同在 换句话说 神有的时候 我们感觉祂的同在 或者说在历史上面 并不完全 祂是片面的 局部的 不完整的 但现在我们要看到 圣灵怎么样彰显神 完全的同在 请你翻开周报第二页 周报第二页 有我们今天所要看的大纲 首先我们要来看 在历史中 神与人同在的三种方式 有关神与人同在 我们可以说是 神最喜欢的事情 我再说一遍 我再说一遍 神与人同在 是神最喜欢做的事 这一件事情我们不了解 会影响到我们跟神的关系 神最想做什么事情呢 神最想人与他同在 神创造人是按他的形象 和样式造的 如果你读圣经 如果你读旧约圣经 你就会发现很奇怪 神为什么要按他的形象 按他的样式造人呢 但无论如何 他创造的亚当夏娃 就是他要与人同在 他要与人同在 他安排他们在伊甸园里面 那人与神同在 在伊甸园里面 那是神与人同在的地方 因此当人犯罪 被赶出伊甸园的时候 神是非常的不喜欢 这件事情的 神是非常的难过 这件事情的 他心里非常的忧伤 所以你在看 他把人赶离伊甸园的 过程当中 他一而再 再而三地给亚当机会 只要亚当说我错了 他就可以留下来 只要亚当说 我要与你同在 他就可以留下来 只要亚当说 神啊 请你不要把我赶走 我错了 我做了不该做事情 他就可以留下来 但他什么都没说 他什么都没有说 他只有怪 继续的怪神 他只有继续怪夏娃 那是唯一的 神造给他的女人 他还说 那是我骨中的骨 肉中的肉 他第一时间就把他卖了 说是他叫我吃的 你就发现 神很难过的 把亚当赶出去 以后 因一人的悖逆 我们众人都犯了罪 因一人的顺服 耶稣基督的顺服 我们就都回到神的面前 你就发现 神最喜欢的是 他与人同在 之后 他就拣选人 个别与他们同在 在亚当被逐出 伊甸园以后 直到他选择了一个 同在的方式 选择同在方式 请你写下来 第一 在历史上面 神与人同在的方式 第一种是借的 会幕圣殿同在 请你写下会幕圣殿 其实神非常喜欢跟人同在 神喜欢跟人同在 这件事情 当人在寻找神的时候 有一个错误的想法 是我要找他 其实是神要找我们 我们只要愿意就好了 弟兄们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 等一下我们讲下去 我求圣灵一定要帮助我们 让我们明白这件事情 不是在理智上面 是在圣灵的感动之下 我们明白这件事情 神最想要做的事情 就是与我们同在 因为这个缘故 他就选择了一个地方 对于旧约的犹太人 对于旧约的以色列人来说 他选择了会幕跟圣殿来同在 我们来读 出埃及记第25章第8节 我们一起来读 出埃及记第25章第8节 就在周报的里面 我把需要念的经文都放上去 只有长段的经文 我要请你翻开始读行段 我们来读25章8节 出埃及记 请 又当为我造圣所 使我可以住在他们中间 神对摩西说 帮我造会幕的里面 有一个叫做圣所 使我可以住在他们中间 你知道这是神说的话 他说我要住在他们当中 神要住在我们当中 这是什么话 神要住在我们当中 神愿意住在罪人的当中 神愿意住在我们的里面 弟兄姐妹从这段 从这边开始 神要住在我们当中 一直到现在 神要做的一件事情是 住在我们当中 以后到了圣殿 圣殿读 历代字下七章十六节 我们一起来读 这是所罗门的圣殿 神说我已经选择 这个圣殿分别为圣 使我的名涌在其中 我的眼 我的心 也必藏在那里 我不知道你感动不感动 这一位创天造地的神 要做一件事 他要与我们同在 他要与我们同在 他借着会幕 他借着圣殿 要让以色列人知道说 神要与我们同在 这个是一个地方的同在 神指定一个地方 让以色列人可以知道 他喜欢和他们同在 并且有一个方式 能和神同在 就是当他们到了会幕 当他们到了圣殿 他们就可以借着 祷告 祈求 认罪 来享受与神的同在 神说你来找我 其实神已经在那里 换句话说是 神在找我们 不是我们在找神 可是因为人 他没有办法理解这件事情 所以神就用一个地方的同在 来表明这件事情 让人可以去那里 这是神要让人了解 他愿意与人同在的 第一个方式 因为这个缘故 当以色列的百姓 当犹太人到了圣殿的时候 他们就感受到他的同在 感受到他的同在 神垂听祷告 他赦免罪恶 他也医治疾病 因为这个缘故 所以神与人同在的方式 早期一直借着 会幕跟圣殿同在 因为这个缘故 到了主耶稣的时代 百姓还有这个想法 什么想法呢 就是约翰福音第五章 记载了 在主耶稣的时代 有一个病了38年的摊子 在壁士大的池子等候痊愈 对吗 他为什么在壁士大的池子呢 因为那个是圣殿的延伸 那个是个等候医治的地方 因为圣殿在那里 所以那里就有医治 那里就有医治 因为这个缘故水动的时候 这个摊子说 我就要进到水里面去 为什么 那因为代表神同在了 天使来搅动池子的水 他们这样说 其实那是神同在的一个记号 所以他们就在圣殿里面 在那里等候医治 使徒行传三章一节 请你翻开来看 这里也是这样 使徒行传三章一节 这里提到有一个 生来瘸腿的人 天天被抬来到一个门口 叫做美门口 美门口的摊子在那里乞讨 也是想要得着痊愈 也是想要得到痊愈 亲爱的弟兄姐妹 他不仅想得到痊愈 他也这样想 如果没有痊愈 来这里敬拜神的人 都心存感恩 都充满了爱 所以他们如果 我如果没有得医治 当他们出去的时候 或许给我一点钱 或许他们来的时候 要讨神的喜悦 请你注意听 他们就会给我钱 那演变到现在 现在你在欧洲的教会 在美国的教堂 在美国的教堂 我比较不知道 但在天主教堂的门口 总是有乞丐 因为他们希望人给他养生的 或者神怜悯他们 给他们医治的机会 可是亲爱的弟兄姐妹 神并不在圣殿里 神不在教堂里 如果我们不了解 我们以为神在建筑物里 现在有很多的建筑物 原来是教堂的 现在变成旅馆了 而且是高级的大旅馆 有的教堂已经变成餐厅了 前不久有一个教会在欧洲 他问我们说 李长老我们有个麻烦 我们看好了一个地方 那个地方是个赌博的场所 还蛮便宜的 我们把它买来当教堂 可以不可以 可以不可以啊 为什么 因为那个建筑物改邪归正了 他原来为世界所用 现在被神所用 其实神并不在教堂里 神在我们的心里 今天神在这里 是因为我们在这里 如果我们不在这里 神不在这里 神不在这里 我们教会有一个老弟兄 现在已经安息了 现在如果再已经 我想九十几岁 差不多一百岁了 他都坐在这边 几十年都在这个位置上面 他来的时候年轻 几十年前 后来年纪渐渐大了 眼睛也开始看不见了 耳朵也开始听不见了 行走也不方便了 可是他还每次都来 我们教会是地下室 你们都知道 走下来很不方便 他的妻子要扶着他 然后他看不见 看不见下来 每一次他走进来 我就叫他 他一听 我们都有声闻 所以听得出来 对不对 我一叫他 他就说李长老 他就过来 我就拉着他 就进来坐下来 然后他每次在那边唱诗 他起先还唱 后来就不太唱了 为什么 耳朵也听不太见了 眼睛也看不太见了 后来就是把那个 那个圣经 那个诗歌越拿越近 越拿越近 后来索性都不看了 因为看不见了 看不见了 有一次我又碰到他了 他就跟我说 很难过的跟我说 抓着我的手说 说李长老 他说李长老 他说我 我非常得罪神 我就说为什么呢 他说因为我上个礼拜 没来聚会 我说上个礼拜 为什么没来聚会 就得罪神呢 他说因为我没有来敬拜神 我就跟他说 你如果没有办法来敬拜神 你就在家里敬拜神 他说没有 他说我得罪神了 我几次跟他讲这件事情 他都不能明白 他都不能明白 我不知道怎么跟他说 说神 其实神不一定在教会里面 神在你的家里 神就在你身上 是以前借着会幕圣殿 神与人同在 有一个指定一个地方 那是他们不明白 神用这种方式表明 他愿意与他们同在 可是我们这个弟兄 有这样子的概念 以后有一天 我就想怎么办 跟他讲了几次 他说这样 然后他坚持要来 你知道 他如果不是躺在床上起不来 他一定要来聚会 他一定要来聚会 那实在太危险了 有一天 我参加完第一堂的主族崇拜 我讲到 那个时候我们还 讲员第一堂 还跟第二堂不一样的讲员 很多年前了 我讲完了以后 那天又是剥饼 我就到 那个预备杯饼的地方 拿了一块饼包起来 拿了杯就带去 然后我就 带了教会的诗歌本 然后带了教会的周报 我就到他在暗殿灵 因为我看他第一堂没来 他都第一堂的 暗殿灵 他就来开门 他再来就来开门 说谁啊 我说我是李健 李商老 我说对啊 他说你在做什么 我说我来看你们 他说今天是主日啊 我说是啊 他说那你怎么跑来呢 我说因为我已经聚会完啦 他就给我开门进去 三个人坐下来 一人发一本诗歌本 一人发一份周报 我开始做主日崇拜 我带他们做主日崇拜 我一个人领事 我一个人祷告 然后替他们剥饼 然后讲道 完全把教会的一套流程 完完整整的搬到他家里去 全部做完了 我还请他们起立 做散会的祷告 最后还唱阿门祝福歌 以后他们坐下来 他们愣在那边 在家里举办主日崇拜 结束之后当然有剥饼 你知道那个老弟兄拿到杯的时候 手一直发抖 因为他说怎么有这种事情 后来我就跟他说神在哪里 他说神就在这里 我说亲爱的弟兄 当你有身体好的时候 你来教会聚会 完全没问题 当你没办法来教会聚会的时候 你在家里聚会 我说甚至你没有力气起来的时候 你在床上祷告 神与你同在 以后过了几个礼拜 他身体好了就来聚会 有一天他又来聚会的时候 我在那里等他 我不是等他 我是等所有的人 他下来的时候我就看他 我就走过去 我说某某柏柏你好 他跟我说李长老 他说我告诉你 他边走 他边过去 李长老我告诉你一件事情 我说什么事情 他说我告诉你 上个礼拜我没来聚会 神在我的家里 亲爱的弟兄姐妹 犹太人到那个时候 还不明白一件事情 他们以为神一定在圣殿里 他们以为神一定在会幕里 其实神已经离开圣殿跟会幕了 因着他们的悲逆 神已经离开那里了 第一个阶段 神借着会幕跟圣殿与他们同在 写明神想要与人同在 第二个阶段 第二个阶段就是借着道成肉身同在 请您写下来 第二个阶段 神怎么样与人同在呢 这是一个伟大的时刻 就是神的儿子道成肉身 神亲自来到我们当中 借着神 借着道成肉身同在 神的儿子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 是神与人同在最具体的表现 为什么 因为神成为人的样式 神成为人的样式 所以人是按照神的形象和样式造的 到底是 人造神的形象和样式造的 是不是指的耶稣基督 我不是很清楚 不过神可能有形象跟样式 在内在和外在 主耶稣降生以前 主的使者向约瑟显现 说的就是这件事情 说哪一件事呢 请你看经文 马太福音一章二十三节 我们一起来读好吗 就在第二个阶段 道成肉身同在下面的第一个经文 马太福音一章二十三节 我们一起来读预备 请 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 人要称她的名为以马内力 以马内力翻出来 就是神与我们同在 所以神与我们同在的第二种方式是 主耶稣在地上三十多年 这一位神用人的方式和人相处 他道成肉身来到我们当中 有我们一样的身体 让耶稣当代的人亲眼看见 他的门徒说的 亲手摸过他的门徒说的 所以耶稣的门徒约翰 事后记载这件事情 他说什么呢 说这一位神竟然在我们当中 这一位神竟然与我们同在 你知道我们没有这个福气 亲眼看见耶稣 亲手摸过耶稣 我们没有 我们当初有些人可能做梦的时候 碰到了对吗 我也不知道你的梦是真还是假的 我也不要说一定是假的 可是我也不敢说那是真的 可是有些人亲眼看过 有些人亲手摸过 因为这个缘故 所以约翰在约翰福音一章十四节 怎么说呢 我们一起来读约翰福音一章十四节 预备请 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 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 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 正是复独生子的荣光 你知道当约翰写到这件事情的时候 他是多么的高兴 虽然事情已经过去五十年了 已经过去五十年了 约翰写约翰福音的时候 是他遇见耶稣的至少五十年以后 可是他写到这件事情的时候 他还很兴奋的说 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 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 约翰说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 就是复独生子的荣光 有一次耶稣也清楚的说明了 他跟圣殿的关系 耶稣这一次的宣告 说明了圣殿的价值 已经被他所取代了 那天门徒他们看见那个圣殿 西律所造的圣殿非常的宏伟 他们就说你看圣殿 耶稣说 请我们来看 约翰福音二章十九到十一节 耶稣怎么说这句话 约翰福音二章十九到二十一节 约翰福音二章请 耶稣回答说 你们拆毁这殿 非常清楚的让我们看见这件事情 亲爱的弟兄姐妹 其实神要与人同在 第一借着会幕借着圣殿 第二借着道成肉身 祂要与我们同在 祂要与人同在 已经到了一个地步 祂亲自来到我们当中 当时的犹太人知道神要在圣殿中 与他们同在 但是他们不明白 因为他们的悖逆 神早已经离开圣殿了 几百年前就离开了 他就慢慢的离开 慢慢的离开 如果你读以西结束 你就知道这件事情 神的荣耀已经离开他们了 神的荣耀已经离开他们了 所以当耶稣提到他的身体 才是神要同在的殿的时候 他们并不明白 他们以为那个殿 是神同在的地方 耶稣说没有 他说这个殿建立起来 拆毁起来都没什么意义 他说不然你们猜猜看 拆起来之后 我三天就建立起来了 他们说这个殿 46年才造成的 事实上这个殿 造到后来 一共造了八十几年 刚刚造完就被 罗马攻破耶路撒冷 就把它全部烧掉了 就把它全部烧掉了 就把它拆毁了 没有一块石头 跌在一块石头上面 这是神让他们知道 圣殿已经不再存在 圣殿已经不再存在 为什么 因为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 三日就再建起来了 这个殿是神要与人同在 亲爱的弟兄姐妹 所以主耶稣道成肉身 这件事情 对我们而言 当然我们今天记得 是 我们所了解的是 我们所感恩的事情是 耶稣是为了钉十字架 赎了我们的罪 而来到地上的 但是这也显明一件事情 充分表达 神要与人同在的心情 第一个我们不会忘记 但第二个我们忽略了 可是弟兄姐妹 神把祂的儿子 钉在十字架上面 又叫祂从死里复活 这个是让我们有道路 回到父那里去 把真理显明出来 又把生命赐给我们 可是神要在我们当中 居住这一件事情 我们却不明白 我们却很忽略 弟兄姐妹 你想想看 神要与人同在 也要解决一个问题 就是人有罪这个问题 可是人有罪除掉之后的目的是什么呢 是他要与人同在 亲爱的弟兄姐妹 因为这个缘故就来到 圣经的第三个阶段 就是借着圣灵 请你写下来 永远同在 这是多么感恩的一件事情 借着圣灵永远同在 借着圣灵永远同在 主耶稣要上十字架之前的 前一个晚上 与门徒聚集的时候 他们一起在一起最后的晚餐 耶稣替他们洗脚 耶稣在他们当中 他们还在争论谁为大 他们真是搞不清楚 那是最后一天 最后一个晚上了 耶稣讲了一段 当时他们不了解有关 耶稣即将离开他们的话 其实你知道吗 我们事后看都觉得好清楚 觉得门徒当时 真的是搞不清楚状况 最后一天晚上你们还在争 可是我们人都是这个样子 当时都是不清楚的 最后才清楚的 事后看总是很清楚 不然怎么有事后的诸葛呢 对不对 当时他们并不清楚这件事情的 而这里面有一段 最重要的一句话 是跟我们今天 所要讲的有关 是约翰福音十四章十六节 也是我们今年的年度的经文 亲爱的弟兄姐妹 这个年度的经文 你一定要记在心里面 你一定要背下来 你不仅要背下来 而且你要常常想这句话 你要常常想这句话 这句话会让你对圣灵 有新的认识 我们来读约翰福音十四章十六节 耶稣说 请我要求父 父就另外赐给你们 一位宝会师 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 感谢不感谢 这么小声感谢不感谢 弟兄姐妹 没有比这更高兴的事情 因为我们不必再跑到会幕去 会幕也不存在了 我们不必要再跑到耶路撒冷去 因为那里虽然现在还有西墙 那些都哭墙 犹太人现在还在那边 我们当中有很多人去过 我想我们教会去过 耶路撒冷已经超过一百位了 你们每一个当中都很震撼 对吗 我也是 我1992年去 大概是我们教会最早去的 那时候我们有四位同工一起去 那个是早期 二十年前 黄子佳在 牧师在华神当 在教书的时候 我他的学生 他把以色列的地 他去那边旅游的事情 放给我们看 我非常的感动 我回来找几个弟兄说 一定要去 一定要去 我这辈子只有一次跟人家借钱 其他都咬紧牙关祷告 那次我跟我的妹婿借钱 他问我说你要干什么 我说我要去旅游 为旅游跟人借钱成何体统 可是我无论如何要去 我去看了以后 我非常的感动很多地方 其中一个 那个时候还不太了解这件事情 就是西墙 大家都到那边祷告 然后把那个纸 写的那个祷告词 把它卷起来 对不对 然后把它怎么样 塞进去 现在你们还塞吗 不必塞了 因为圣灵已经来了 圣灵已经来了 神不在那里 你祷告不用跑那么远 要花好几万 你听得懂吗 在这里祷告 神就在这里 离我们不远 就在我们口里 就在我们心里 当然去那里 可以看到很多的东西 让我们很感动 可是在这里 主耶稣走了最后一天 他跟他们说 我要求父 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宝会师 那有一位宝会师 就是耶稣自己 对不对 他说我就是中宝 所以他是宝我们跟神 他说另外赐给你们一位宝会师 可见耶稣的中宝 这件事情没有问题 可是神为了要让当时的门徒 一直到现在的你我 能够明白 能够认识 能够体会神的爱 他就另外赐给我们一位宝会师 叫他永远与我们同在 亲爱的弟兄姐妹 来当中看过耶稣的 请举手 没有了 不可能的 可是我们怎么知道 今天神在我们当中呢 因着圣灵 如果不是圣灵 我们不会认识神 如果不是圣灵 我们不会口里承认 心里相信 承认耶稣基督 所以耶稣来的时候曾经说过一句话 把当时犹太人气死了 他说一句话 他说有了子的就有了父 没有子的连父也没有了 对吗 这句话很过分 这句话意思就是说 如果没有我 你们连耶和华神也没有了 有了我就有了父 没有我连父也没有了 亲爱的弟兄姐妹 到了今天圣灵已经来了 这是耶稣求来的 耶稣跟父神求来的 另外赐给我们一位宝会师 叫他什么 把这两个字记起来 什么 永远与我们同在 永远代表时间 永远代表状态 永远与我们同在 无论什么时刻 他永远与我们同在 亲爱的弟兄姐妹 因为这个缘故 如果不是圣灵所做的工作 我们没有一个人会口称 耶稣基督是主 如果是这样 如果这句话是成立的 当然这句话是成立的 这是圣灵上所说的 那我们可不可以说 有了子的就有了父 没有子的连父也没有了 对吗 有了灵的就有了子和父 没有灵的连子和父也没有了 对吗 对吗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这么忽视圣灵 我最近在想 我们为什么不会敬拜 是因为我们 我们对圣灵没搞清楚 所以我们不会敬拜 我们心底不敬重祂 我们有把圣灵看成 圣父圣子一样吗 我昨天很晚还写信给清光弟兄 我叫他说 请你把尼西亚信经印出来 请你把亚他拿修信经印出来 三大信经 我们忽略了圣灵这一块 我们没有办法好好的敬拜神 我们用我们的理智在敬拜神 我们用我们的知识在敬拜神 因为耶稣为我们死 所以我们敬拜祂 我们是感恩 可是这个是知识 我再说一遍 如果不是圣灵的感动 我们不会知道耶稣是谁 我们不会知道这个救恩 有多么伟大 但这就是为什么 我们一直看着别人的问题 都不看中自己的问题 这就是为什么 我们不追求自己跟神的关系 我们就看别人 有没有在追求神 这就是为什么 我们在听道的时候 我们在判断人 我们在听道的时候 我们没有在敬拜神 这就是为什么 我们在唱诗歌的时候 我们会选择诗歌 我们没有在唱诗歌的时候 选择与神同在 弟兄姐妹 诗歌的歌词 如果有一点点问题 有什么问题呢 诗歌里面有一句话 不够准确 就让我们不能敬拜神吗 是什么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的 伟大的奥古斯丁到现在 大部分的神学论述是有问题的 伟大的托马斯 的神学论述现在已经被证明 有很多是有问题的 马丁路德所讲的 今天还是有很多人被人质疑的 我们有因为这样 就不看中这三个人吗 没有 因为他们划时代 可是我们到今天还落在 这个错误的里面 就是我们对圣灵的不了解 我们对圣灵的不接纳 而耶稣就在这边说 他说我要求父 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宝灰 是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 这一段话是三一神的第三位 圣灵要来的宣告 是耶稣自己宣告的 今天如果是别人宣告 那可能不一定准确 但三一神要永远与我们同在 不再借着圣殿 不再借着耶稣基督 注意听 我们有一点没有降低 耶稣基督的位置 只是我们今天忽略了圣灵的位置 耶稣基督已经完成了他的救恩 在父那里去 他是道路真理生命完全没有问题 是我们敬拜的对象 是我们爱戴的对象 是因着他我们可以回到父那里去的 可是我们不明白的一件事情 就是三一神 不是停在那边 三一神今天要永远与我们同在 他不是将来要与我们同在 他是现在要与我们同在 三一神要与我们同在 这件事情旧约早就讲了 在使徒行传第二章里面说的 第三章里面又说了这句话 第四章又说了这句话 三一神要在我们当中 主耶稣在这里又说了一次 门徒还是不明白 没有想到五旬节圣灵降临 教会被建立到现在 我们还是有许多人不明白 还是有许多人不明白 不明白什么 不明白圣灵来就是神与人同在的 最重要的形式 我故意用形式 有别于前面的几个 就是神要怎么与我们同在的 就是圣灵在我们当中 事实上现在就是神 借着圣灵与我们同在的时期 也是圣灵给我们恩典 让我们认识神 接受耶稣 顺服圣灵能力的原因 就是圣灵在我们当中 圣灵在我们当中 因为这个缘故今天早上 我们还有一点时间 我要从使徒行传第三章 到第四章的记载 来发现几件事情 发现什么呢 发现在历史的过程当中 有三件事在那个时候发生 第一件事情就是圣灵降临 在使徒身上 他们就怎么样呢 透过医治的大能 宣告圣殿不再是 写下来神同在的地方 圣殿不再是神同在的地方 圣殿不再是神同在的地方 当然现在也没有圣殿了 不过圣殿不再是神同在的地方 使徒行传三章一到十节 彼得在美门口 医治生来瘸腿的记载 有许许多多的含义 但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意义 就是作者路加在这边 要说明一件事情 神的同在已经从地方的同在 就是会幕和圣殿的同在 移转到道成肉身的同在 耶稣基督的同在 又移转到圣灵的同在 就是透过门徒奉耶稣基督的名 来证明神在教会当中 来证明神在使徒的身上 亲爱的弟兄姐妹 也就是说今天 神要透过使徒行传第三章一到十节 让我们知道 不是让我 不是让教会的同工 不是让教会的师班 不是让教会的传道人 是让我们知道 包括你在内 就是 我们是神同在的地方 我们 我这个人是神同在的地方 亲爱的弟兄姐妹 神同在一直有一个记号 从旧约开始 神同在一直有一个记号 那个记号就是一个外在的表征 我们通称为神基 我们通称为神基 我不太喜欢把这个翻成神基 可是没有办法 都已经翻了这么久了 对不对 就是神基 什么叫做神基 我以前为了帮助你们记忆 就告诉你们一个中文的记法 就是神基种在神 而不要种在基 要种在神 而不要种在基 不要重视那件事情 而要知道是神在做这件事 对吗 所以神基不是歧视 歧视也不一定是神基 什么叫做神基 那就是神同在 对人而言 神同在是有记号的 是有记号的 神同在 所以会有一个人看起来 怪怪的事情 那不一定是歧视 可能是心理上 觉得为什么会这样 可能是外在上有一件事情 亚伯拉罕超过百岁 沙拉的生育已经断绝 但是他们仍然能够生出以撒这件事情 就是神同在 那我们可以称它是神基 因为它不可以生的 生下来了 神同在会有一个神基 以利亚一个人可以打败850个 败巴利跟亚斯塔路的先知 一个人怎么比850呢 因为神同在 所以有一个神基 有一个神基 那这个个别的同在 是初代我们看见 神与人交往的历史 在会幕和圣殿之内 神也做这件事情 亲爱的弟兄姐妹 神垂听祷告 神赦免罪人 神医治疾病 神用神基来证明 祂愿意与祂的百姓同在 因为神是超越时空的 所以祂一同在 就有超越时空概念的事情发生 这一点都不稀奇 如果这样要稀奇的话 那就神都不存在了 其实神的概念就是这样 神就是这样一位神 到了耶稣道成肉身的时候 祂和祂的百姓同在 当然那时候我们无缘 无幸参与那个时间 可是我们从圣经上看到 耶稣行了无数的神迹 很多没有记在这个书上 可是五饼二鱼我们知道 行在水面上我们也知道 祂让祂医治病人 祂使瞎眼看见 祂使瘸腿的行走 祂甚至叫死人复活 这一些都是证明 耶稣是从神来的 因为耶稣亲手做 就说这是神做的 所以耶稣自己是神的代表 或者我们说祂就是神 可是祂怎么样证明祂是神呢 祂来到地上就做许多的事 所以约翰福音说 但既这些事要你们信耶稣是 基督是神的儿子 并且叫你们信了祂 就可以因祂的名德 生命 因为这个缘故 耶稣行神迹的目的 是要让人知道 祂是神的儿子 祂是神与人同在的 以马内力 在使徒行书第二章当中 我们看见第三件事情 一个是圣父的神迹 一个是圣子的神迹 现在看到圣灵的神迹了 圣灵是神与人同在 的最高的表达的形式 因为祂不再受时间的限制 像耶稣一样 祂不再受空间的限制 向耶稣道成肉身 缩限自己的能力 祂只在加利利跟耶路撒冷 这犹太全地 祂没有跑到遥远的中国来 祂受限 祂自限 但是圣灵今天没有这样的问题了 使徒行书当中 我们看见圣灵按着 旧约的应许来了 我们看见 祂按着耶稣向父神的祷告来了 我们看见 祂按着耶稣在 使徒行书第一章第五节 到第八节所说的来了 在五旬节的时候 佩然降临在祷告中的门徒 以后有形的教会就成立了 在两千多年前的今天 教会成立 亲爱的弟兄姐妹 今天教会成立 不是一个组织 教会成立是因为圣灵在我们当中 是神在我们当中 所以当我们广泛的时候 神在我们当中完全没有错 因为圣灵就是神 因为圣灵就是神 祂在我们当中 所以这就是神的教会 这就是神的教会 有形的教会成立了 而第一件被具体记载下来的事件 就是第三章 彼得一字 生来瘸腿的这件事情 我们来看看 为什么我们说圣殿 不再是神同在的地方了呢 请我们来读第三章第一节 第三章第一节 我们一起来读三章一节好不好 预备 请 时候彼得 约翰上圣殿去 这里讲到生出祷告 其实 这个生来瘸腿的 他因为相信圣殿是神同在的地方 所以当时的穷人病人 都期望在圣殿里面 因为有神的同在 他们的需要被满足 所以他们的问题得以解决 他们就跑去那里等候 因为生出是他们祷告的时间 所以人家都会去那里祷告 彼得约翰并没有 因为他们相信耶稣基督 彼得约翰并没有 因为他们的主已经复活了 他们就废除了 他们长久以来 要这样祷告的习惯和心智 但这个生来瘸腿的 并没有因为彼得 他们去祷告的路上 好像要从彼得他们得到什么 不是这样子的 不是这样子的 没有想到 在这里发生一件事情 我们来读 我们来读第二节 一直读到第八节 我们看发生什么事情 我们来看第二节到第八节 我们看发生什么事情 第三节我念 他看见彼得约翰将要进殿 就求他们周记 第四节请 那人就留意看他们 指望得着什么 于是拉着他的右手扶他起来 他的脚和怀子骨立刻健壮了 这个生来瘸腿的人 已经不再期望他的病得到医治 不再期望 他只期望能得着什么 那这里说到 他只希望能得着什么 那彼得的做法 不是给他物质上的需要 彼得的做法 与耶稣还在 他们当中所做的事一样 就是让这个生来瘸腿的人 可以站起来行走 彼得他们不是没有行过神迹 在耶稣的授权之下 裁判他们出去的时候 他们偶尔也行行神迹 医病赶鬼 他们偶尔做这个事情 可是在这一边 耶稣已经不在他们当中了 耶稣没有叫他们做这件事情 可是彼得叫那个探子看他 然后奉拿撒勒领耶稣基督的名 就叫他起来行走 这是只有神能做的事情 这不是人能做的事 因着圣灵降临在他们当中 这是神同在的名证 因着圣灵三一的神与门徒同在 就证明了显明了 圣灵已经永远与门徒同在 在他们的身上 亲爱的弟兄姐妹 这件事已经显明神已经从地方 会幕圣灵的同在 转到道成肉身 耶稣的同在 再转到圣灵与相信耶稣者的 永远同在 亲爱的弟兄姐妹 今天神迹在哪里发生呢 神迹在有圣灵住在里面的人 他身上发生 你怎么样从贫穷的变成富裕 我讲的包括物质上跟心灵上的 你怎么样从瞎眼的能看见 我指的是肉身上的和心灵上的 你怎么样从忧伤变成喜乐 你怎么样从被打还手 到被打不还手 你怎么样从瞬境当中会感谢 到逆境当中还会感谢 不必再到圣殿里面去 不必再到会幕里面去 圣殿不再是神同在的地方 因着圣灵的降临 请问哪里是神同在的地方 哪里 我们的心里 感谢主 亲爱的弟兄姐妹 这里是神同在的地方 如果神同在在我们的心里 我没有叫你不要来聚会 你一定要来聚会 如果你身体好 因为我最近在欧洲有一天 在那里 我们在一个房子里面聚会 暖气开起来不够暖火 很冷 它那里有个壁炉 我们就开始烧火 我花了一个多小时 才把火升起来 因为我们已经不太会烧这个了 烧这种壁炉了 然后用木材就加起来 我在那边顾着那个 然后一直吹 然后炭就红起来 然后过一回来又消下去 又红起来 又消下去 然后我弄得满头大汗的 我都不知道是那个温度让我 这个是身体暖和起来 还是因为我工作太累了 那个房间暖和起来了 以后我发现一次 我在那边整整看火 看了几个小时 什么时候你把一个炭 从那个一堆火当中拿出来 放在旁边 没有很短的时间 它就变黑了 可是很奇怪 你只要把那个炭再移回那一堆炭里面 你只要放上去 它靠到的地方 这是红色的炭 这是黑色的炭 你只要靠到的地方 你就看那个红色一直延伸过来 以后那个炭就热起来了 以后一吹 这个炭就变红了 亲爱的弟兄姐妹 那一天我再一次感受到 弟兄姐妹彼此相爱 是何等的善 何等的美 不要离开聚会 回来聚会 无论你多伤心 可是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必须知道 神今天并不在教堂的里面 神今天在哪里 在我们的心里 弟兄姐妹 这个要很有把握 不然你有的时候 会找不到聚会的地方 对吗 有时候你也没办法来聚会 第一 第二 圣灵将领在使徒身上 第二件事情就是 透过彼得清楚的讲道 指明耶稣才是 罪得赦免的根源 这件事情 我不要花很多的时间 来跟你们讲 不过从三章十一到二十六节 我们发现一件事情 彼得是一直到圣灵降临以后 才把神塑造他 耶稣栽培他的果效 完全显明出来 他以前自我中心 他以前自以为是 当然我们知道 彼得真的是有过人的聪明 如果你公平的研究圣经 你必须发现 彼得是个有勇气的 而且你发现 彼得是非常有魅力的 他是十二个使徒当中 最出色的那一位 这也是耶稣早早就选定的 守徒 守徒是最重要的使徒 但他一直到耶稣被 被被被审问的那一页 他还大言不惭 他说 他说他不会离开的 他还说别人 你不要管别人 他说别人都离开你 我总不离开你 以后三次不认主 甚至在耶稣复活之后 他还跑去提比利亚 还打鱼 但是自从圣灵降临在他身上以后 他就完全变一个人 我们现在不念 《使徒行传》三章十一节十二节 如果你念下去 你就会发现彼得的 在这段时间的讲道 我们不得不稀奇 他在圣灵充满以后 他梭理清晰 他引经据点 他有特殊的启示 他把旧约论耶稣的事情 说得清清楚楚的 并且勇敢地指出 当代犹太人的罪 这个不是一个渔夫 能够做到的事情 这更不是一个鲁莽的 彼得平时的表现 他清楚说明了 这个生来瘸腿的人 是因耶稣基督的名而痊愈的 而耶稣正是就决 众先之所预言的基督 你要知道彼得并不是 像保罗这么有学问的人 我们今天听起来耳熟能详 彼得讲的这些 我们都了解 弟兄姐妹 可是你知道这是个历史的记录 是那历史的记录 这是五旬节之后 所发生的一件事情 五旬节之后是指 耶稣复活之后的五十天 这短短的时间 他们对耶稣有什么认识呢 这不可能的 你知道圣经每一卷写作的年代 都是在彼得的这一个讲道之后 至少十几年才写出来的 那些人经过十几年的教会生活 他们发现了原来耶稣真的是基督 他们知道这么多 或者说我们知道这么多 是因为旧的 借着新约圣经我们才知道的 可是彼得是在五旬节之后 马上说了这段话 这个就像耶稣曾经说过他的 这个不是你自己想出来的 这个是圣灵偷偷告诉你的 我们有理由相信 这是圣灵降临在他身上 给他特殊的带领 彼得怎么可能讲得那么清楚呢 亲爱的弟兄姐妹 圣灵 让我再说一遍 我起初就讲过的话 是圣灵 今天也是如此 我们能明白圣经是圣灵 我们能讲解圣经是 我告诉各位 现在在很多的神学院里面 讲解圣经的人 已经不再相信耶稣基督了 他们也讲解圣经的 不过他们讲解圣经 跟我们讲解的不太一样 真的 因为他的生命 他的生活证明他的不是 他的生命没有耶稣基督的样式 只有在顺服圣灵里面 他的生命才有耶稣基督的样式 今天会讲解圣经的人 不都是圣灵感动出来的 虽然他讲的还是很有道理的 但是只有圣灵能够让我们明白 神的带领 只有圣灵让我们能够体会神的大能 只有圣灵能够让我们经验神 与我们同在 这都是圣灵的工作 在这里彼得在圣灵的充满之下 透过清楚的讲道 指明耶稣才是罪得赦免的根源 第三 第三 圣灵将在使徒身上使他们怎么样 第三点就是透过真实的见证 显出教会已有 请你写下来 胜过全世的能力感谢赞美主 圣灵在我们的身上 就让教会有胜过全世的能力 在四章一到三十一节 这里讲到教会已经胜过全世了 前面我们提到 会幕跟圣殿 曾经是神同在的地方 因此当时的守殿官跟祭司 都是民间的领袖 事实上犹太人是政教不分的 犹太人一直政治宗教是在一起的 一直到他们亡国之后 他们的政治仍然随败了他们的宗教 当然以后他们就被马代波斯所统领 以后他们就被希腊 以后他们就被罗马所统领 他们被很多人管 现在即使是这个时代 就是彼得的这一个时代 他们已经是罗马分封的地 是属于罗马帝国的版图 他们的宗教和政治还是合在一起的 因为罗马人很聪明 他们知道要管这群太难管的人 只有一个办法 就给你们一个跟你们比较近的人 让他来管你们 因为这个缘故 宗教领袖还是非常的伟大 在他们当中 耶稣就是在宗教领袖和罗马 巡抚比拉多联手合作 把他钉在十字架上面的 你想耶稣都没有办法 我们就知道他的力量有多大 当然耶稣曾经说 我不是没有办法 但是我为了完成救恩 我不请天使 我不把天兵请下来 不然的话 你以为我没有挤赢的天兵吗 可是耶稣的确是被宗教和政治联手 杀害的 如果这么大的力量临到使徒 你觉得使徒会怎么样 如果这么大的力量临到教会 你觉得教会有什么结果 我们来读四章一到三节 四章一到三节 我们一起来读四章一到三节 我们一起来读 预备 请 使徒对百姓说话的时候 祭司们和守殿官 并杀都该人忽然来了 因他们教训百姓 本着耶稣传说死人复活 就很烦恼 于是下手拿住他们 因为天已经晚了 就把他们压到第二天 你看势力多大 这段说明了政治跟宗教再度联手 要来迫害耶稣的门徒 和新成立的教会 并且下手把他们抓了 只因为他们做了什么事呢 就是教训百姓本着耶稣说死人复活 这种无稽之谈不要理他就好了 但是他们把他们抓起来 把他们抓起来 他们这么有势力 你知道势力大到一个地步 第二天谁就来了 我们来看五节六节 五节六节 我们来看第二天 预备请 第二天官府长老和文士 在耶路撒冷聚会 又有大祭司亚纳 该亚法 约翰 亚历三大 并大祭司的亲族都在那里 你知道这些人是谁吗 这些人就是当时出名定耶稣罪的那些人 又来了 就是五十几天前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之内 通通集合在一起了 这五十多天前才审问了耶稣 判了他死刑 钉了他十字架的人 现在又来对付教会了 但是我告诉各位 现在情况已经完全转变了 完全转变了 因为耶稣已经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面了 他已经受死埋葬复活生天了 他已经完成他的工作了 他已经不必要向这些人低头了 他已经不必要为了上十字架 而不派天使天君来拯救他了 他已经回到父那里去了 他的救恩已经完成了 门徒也领受了圣灵 因为这个缘故 我们来看彼得怎么回答他们 彼得怎么回答他们 第八节 第八节我念 你们念第九节 八节 我们念到第十二节 第八节 那时彼得被圣灵充满 对他们说 你们众人和以色列百姓都当知道 站在你们面前的这个人得痊愈 是因你们所定十字架 神叫他从死里复活的拿撒热人耶稣基督的名 十二节 请 除他以外 别无拯救 因为在天下人间 没有赐下别的名 你要知道 这些人是钉耶稣十字架的那一群人 同样的那一群人 彼得讲话比耶稣凶悍多了对吗 耶稣一句话也不说的 就让他们钉十字架 现在彼得不这样做了 亲爱的弟兄姐妹 现在情况已经完全改变了 因为第八节说彼得被圣灵充满 以后第九节到第十二节 我们发觉彼得回答毫无惧怕 不避重就轻 甚至讲得比第三章更清楚说 就是你们钉他十字架 就是你们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不要去再念十五节到二十一节 你就会发现他们多么勇敢 他们行了神迹使官府和民间的领袖 哑口无言束手无策 弟兄姐妹这不是彼得 这哪里是彼得 彼得不是打鱼的 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不是你我 你我没这个能力 这跟我们的知识无关 跟我们能力无关 跟我们的魅力无关 这是因为跟圣灵有关 亲爱的弟兄姐妹 如果我们今天不了解圣灵 已经全面的彰显了神的同在 我们在地上活得可可怜怜的 我们在地上活得一点尊严都没有 我们不知道我们就是神所同在的那一位 我们不知道原来神在我们里面 所以我们又伤心又忧愁又难过 别人讲我们一句话 我们就气得不用睡觉对吗 在这里告诉我们 这个世界圣灵已经胜过他 耶稣自己也这样说的 他说你们放心 我已经胜了世界 圣灵已经充满在他的教会 圣灵已经赐给教会友 胜过全世的能力 我们读二三二四 就结束了 二三二四 二三二四 我们来读二三二四 四章二三二四 我们一起来读 准备 请 他们二被释放 就到会友那里去 把祭司长和长老所说的话 都告诉他们 他们听见了就同心合意 高声向主说 主啊 你是照天地海和其中万物了 他们被释放了 怎么可能被释放 耶稣都被定死下了 他们怎么可能被释放 因为他们放胆讲论神的事情 他们并不怕这件事情 以后我们看三十一节 他们就祷告 祷告完了三十一节 聚会的地方震动 他们就都被什么 圣灵充满放胆讲论神的道 亲爱的弟兄姐妹 他们被释放了 当他们赞美神的时候 聚会的地方震动 弟兄姐妹 我们如果在圣灵的感动之下 我们赞美神的时候 聚会的地方震动 被圣灵充满 我们会放胆讲论神的道 宗教领袖 政治领袖 虽然不想放弃 但是基本上 他们已经没有办法 对圣灵充满的教会 有杀伤力了 历史已经见证了这一切 两千年来 所有被逼迫的教会都得到平凡 虽然有些现在还在被逼迫 但是不用担心 圣灵已经胜过了 感谢主的恩典 弟兄姐妹 神同在 是神的最爱 他过去借着 会幕与圣殿同在 有一段时间 借着道成肉身同在 但现在借着圣灵 下面怎么说 永远同在 历史不断的重演 但是圣殿已经不再是神同在的地方 历史不断的重演 耶稣才是赦免罪恶的根源 历史不断重演 教会已经有胜过全世的能力 我们来唱充满我 只唱副歌 我们求主充满我 充满我 愿主圣灵充满我 主耶稣我们来到你的面前 向你献上感谢 你 我们现在终于知道你当时 在政治宗教联手压迫之下 是你自己愿意的 是你不说一句话 是你不动用你属天的权柄 以至于你为我们被钉在十字架上 主啊这是你为我们所做伟大的事情 因着这个缘故 天门已经打开 道路已经成形 生命已经彰显 真理已经让我们清楚的得着 好 圣灵我们更谢谢你 因为你打开我们的心眼 因为你打开我们的耳朵 因为你打开我们的心 所以我们可以接受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救主 而且因着圣灵我们继续顺服的缘故 我们就可以走到再见灵的那一天 谢谢你 我们为了今天的聚会献上感恩 愿今天圣灵降临日成为我们喜乐的日子 成为教会得胜的日子 谢谢主的恩典 求你听我们的祷告 谢谢主 现在我们要分散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 天父上帝的慈爱 圣灵的感动交通 与我们众弟兄姐妹同在 从今直到永永远远 阿们